北京多久? 還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你要去北京 星期六 11號 還有思念你要飛北京 去多久才能玩 可能最少都要半年了 OK 今天是特地來到這裡呢 可以進行JOIN的 但是因為你要去北京了 你的粉絲都來了現場了 你看到嗎 好 Hey make some noise 你們為什麼站這邊靠近一點 趕快過來趕快過來 今天其實呢 你早有預謀的不是你 是I draw的網民巨員 還有你的公司的經紀人 我就是說其實我被耍了是我 最後的時候呢 的陰謀之下最大的驚醒 得到最大驚醒的應該是你吧 今天跟朋友呢 一星來到CLEWIN 或是要給一個驚醒 在所以陳詩利 要給他一個歡送味 真的嗎 而且今天他們組了很多的玩意 讓給你一些讓你很難忘的玩意 帶去北京 希望在你拼命在打拼的時候呢 能夠想回這個美好的活力 可以有能量一點齁 OK那其實有可能捨不得啊 去北京 會 真的很會 會很捨不得啊 這裡的很多東西啊 就是朋友家人 這裡的粉絲 然後這裡的工作人員 然後公司的一些可憐這樣子 OK好 對我太痛了 好 覺得有點太過習慣了 然後現在就要從頭開始 我覺得有點怕 OK 那現在其實各位朋友呢 為了要 呃 就是在 這個歡送會裡面呢 給你這個美好的回憶 他們會先 搞一個歌迷的記者會 對 他們要辦記者 然後訪問你一些問題的 好啦 就 可是沒準備 沒有準備 不用緊啦 受訪者是無必準備的 訪問的人才會準備 我們就 坐輕一點啦 OK 好了 原來你們是有肺而來 好 現場是來了 十分會員跟女朋友的 OK 那 OK 那記者會要開始了 請 Mr.確保我們的問題 都是很 很辣的 OK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很感動 真的喔 喔 我們先來 從第一位開始 怎麼重複 P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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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朋友 歌迷記者來發問問題的 很好 他們做好工作 當然啊 他們說像男的小指啊 應該是想了很久的問題 其實他們這樣子的用力很好 就是可以讓我準備好那個 敲暗 你去到北京面對媒體的時候 就可以有備而去啦 所以你們可以不用客氣 看見我們多的一位歌迷朋友 這個Secure 你怎麼稱呼請問 我姓黃 黃同學為什麼這麼喜歡單嘴陳詩麗呢 因為他很漂亮 OK 就是 然後唱得很好聽耶 我還以為你是引到取人打 還好你看到他的實力 我問單嘴是超有實力的 很可憐好不好 你想問他什麼問題 等一下想 你去到北京的時候 你都會想黃俊仁啊 不是每個年家放棄 我不是你家放棄 我是你的超級粉絲 然後就是那個黃俊仁對吧 對啊對啊 你會想念他嗎 聽說他是你內文男友耶 是嗎 為什麼我不知道 沒有 他 會吧 因為平時我們都有通電話 愛男生 應該會很想念他 OK 尤其是他在叫我叮叮咚咚咚的時候 應該叮叮噹噹噹的時候 要我想到他 所以我平時都有叮叮噹噹 所以一直都會想到他 OK 那要不要給我們交代一下 目前你跟中黃俊仁的發展階段 你要去到哪裡呢 冷居 蛤 冷居 我們已經住了 而且他趕我出門的 真的喔 然後我就沒地方去 然後就 然後好可憐 然後就去租一間小房子 小小的房子 然後小小的房子 然後小小的 OK 以後我看到他之後 我幫你打他 不需要啦 我不要你們打他 我會心疼 喔真的 OK 好的 我們這位小小粉絲黃同學 你會繼續的在這裡 跟我們Dansory的歌迷一起 玩很多遊戲對不對 當然可以 我可以留下來一下 耶 好感動喔 OK 今天我們Dansory的驚喜氣球 會有狀況同學的參與 接下來我們有請 真的歌迷 他是假的嗎 拉根蛋 把他插出來 謝謝 哈囉 嗨 你好 我叫Sussi Sussi 嗨 嗨 我想問他那個 如果接近比賽的那一賽 如果你的身體不舒服 或是有不舒服的唱歌的話 你是否會遭遇到對嘴呢 嗯 應該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 我有試過那個 上台的時候 就是他們播錯音樂 然後 有緣分就是要播那個MFO 然後他們就播到 那個緣分的那個 那個歌 然後我就 知道我應該要對嘴還是要唱出來啊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呃 對嘴吧 然後就對嘴了之後 我就覺得 糟了啦 我真的是沒有對嘴的那個經驗 然後就覺得 我很不適合對嘴的 我覺得很怪 然後就 呃 發現到還是唱出來比較好 然後當然 如果感冒還是什麼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擇唱 單會跟歌迷啊 還是跟 全部所有的人說 我已經感冒了 所以 希望他們會是 準備一起唱 對不對 嗯 OK好 那下一位我們來自 喔 這個是來自北京的記者齁 妳好 妳好 我們有下一位是誰啊 妳好 嗯 哈囉 我們在這裡 大家好 我叫阿明達 嗨阿明達 妳記得 謝謝妳記得 嗯 我想問我 如果這一次去走 如果再一次出傳集的話 是否會考慮唱廣東歌 廣東歌 其實我還蠻喜歡廣東歌的 我覺得 呃 可是我的那個 廣東的那個樣子 其實還不到家 所以 公司應該會選擇不要我唱 呃 我覺得 如果 有一天就是 已經Master到那個 廣東的語言的話 我應該會 會試著唱廣東歌 這句話已經講得很好 我相信妳一定可以 真的嗎 謝謝 嘿嘿嘿